阴阳很重要 再加一击 要么你就不分 合为一团 阴也需要阳也有 要么一分 阳就得阴到阴 轻轻着上 啄啄着下 我们一听到上就觉得很好 说轻贵 那阴呢 落到人间就是富 你富而不贵 为富不仁 那就不好 老百姓肯定认为 我嫌富而不得 也不一定好 可能是累赘 气候难下 你人都做不到 这一口气 正气 贵气 轻气 我宁可没有钱 我要轻贵 不止当官 经商也应该有这个 那经常 就很难 要说财大 气粗 那 好像就感觉不讲理了 那不是好的词汇 闷声发大财 那可以 那不分好坏 这个词 它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到底是见利忘义呢 还是利在前 意在后呢 压根就不考虑义呢 很多人都不考虑 想钱想疯了 掉到千眼里了 那怎么办呢 只有你自己就自己 别人只是一个参考 最终要通过你自己起作用 所有事都是这样 看我们这个老百姓 那通常什么都没有现象发财 然后在图上面 那不是这样 阳引导阴 带领阴 你有那股气 你没有钱 照样有没望 到哪里 想当当 真的是这样 就男孩 女孩 到了他对象的年纪 这个他很有英气 不要逼人 不用逼人 一名则已 不必惊人 那该名才名 就是很多女孩喜欢 当然有钱 现在好像人越来越物质了 贪图这些了 那就稍微麻烦一点 麻烦的很多 老百姓可能 拿出来 一看 这个八字 这个普遍调查 你随便去看 80% 不好意思 讲100% 如果给你定位 老百姓 一看你这个 八字 至少你现在的大运 阴生阳衰 家里 女性强势 男丁少 这都是其中的一个表现 大多数家庭都是没有 那就阴生阳衰 怎么会太好呢 阴阳颠倒 五行错乱 倒凡天刚 那你说上层 相对 好像阴阳有平衡 划分得好 但是也分清与浊 你很盛气凌人 你那口气很强壮 看似来好像很阳 刚 霸道 没有用 尝不了 深浮 心不浮 口浮 心不浮 知道出问题 阴也是一样 你无所不用其极 用你那种阴谋诡计 用阴柔的方法去 怎么怎么样 换来一些东西 都是一时的 所以阴阳分呢 还要分清与浊 这个里面又是阴阳 很重要 很重要 不然社会不会好 你总要找到那个平衡点 至少你自己身边的人先好吧 那么呢 不行 这辈子就这样 下一次